台湾出钢琴家Lambo手指飞快在钢琴键上移动 弹奏出勤快音乐 来自台东嘉兰部落的他 五岁开始学习钢琴 由于父亲是牧师 他从小就在教会担任诗歌班伴奏 2006年国小六年级就获得台湾学生钢琴比赛亚军 为了栽培这位音乐人才 透过钢琴老师引荐 当时以高中生年龄考取德国佛来堡音乐大学 只有班考试 这次趁着暑假回到台湾开演奏会 Lambo最拿手的就是古典音乐 不论澎湃或轻柔琴谱都难不倒他 独自一人在国外深造 其实很孤单也容易想家 因此除了弹奏古典音乐 为了一解十强之愁 他也会用钢琴呈现排完组鼓调 虽然有时候很想家 但是如果想家的话 那我就弹弹琴 弹弹我们原住民的民谣 就会让我觉得 我是不是又在家里 Lambo十六岁就独自一人离开台湾 前往德国 除了基督信仰 家人是他坚强后盾 母亲嘴巴虽然说舍不得 但还是鼓励儿子坚持下去 多年之后看到孩子成就 还是相当欣慰 我怕他在那里会不适应 或者是离开家里多少也会 真的是会很寂寞 或者是那边也不太熟 因为他去那里的时候 没有认识的 那也是 我是我们是有信仰的 我依靠神就叫他为他祷告 Lambo虽然前往德国 一学期学费 需花费约台币两万元 另外还必须生活费支出 是家人经济重担 不过家人依旧支持他竹梦 而Lambo返回德国之前 会在台湾参加多场乐团钢琴演奏 未来也计划将古典音乐 和原住民族音乐结合 让孕育他的排湾族音乐 能要上国际舞台 让更多人欣赏